香港台節目有畫面多數都會在D100Radio的YouTube頻道做YouTube直播 除了讓大家未訂購的就看看YouTube 另外增加D100收入,但多數都是頭半小時 D100新闻天地會放在意識上比較重要,所以D100Radio和YouTube直播 直播我們發覺收入的錢會比較多,讓D100可以捱耐一點 讓大家繼續訂購香港台,YouTube又收拾,之類的事情 我們一起堅持著,安安全全,繼續為大家服務 最新消息,兩年沒有過去大檔,終於有機會了 澳門通關,但實施的日期未定 總之初步達成共識 昨天有澳門山頂醫院醫務主任,出來說通關的措施 好奇怪的,澳門出來說話就不會是聶工、聶德權那些那麼高級的 整個醫務主任都可以夠說的了 這些去到瘟疫的,我找個醫生來講是最穩陣的嘛 但香港那些又找到聶德權局長去講通關,再整個陳肇始 證明香港多厲害,但他們不是醫生 是的,不知道,然後整個醫務主任,還不是總管級 措施是這樣的,說是做了兩針新冠疫苗的 兼且有48小時之內的病毒檢測報告是陰性 去到澳門之後還要接受多次檢測 沒有說多少次 究竟是一落船,去到酒店多一次,你入賭場多一次,去食肆又多一次 骨牆前多一次 是的,你賭完我,我賭人 但最可悲的消息是幾樣 第一就是要入住指定的酒店流程 但它不是旁邊的,你不可以到處住 有沒有指定流程酒店,再加指定針藥牌子 總之之類,又不可以參與一些不戴口罩的活動或聚會 什麼叫不可以參與一些不戴口罩的活動呢 譬如通哥,就想通關過達嶺 如果過達嶺浴室,洗澡也要戴口罩呢 那怎樣洗澡呢,又不知道 都可以的 即是防水那些口罩 我買了一些透明口罩,全膠的 全膠? 我不知道那些可以的 電視台用那些 但全膠的口罩不能打開嶺浴室 如果你戴上膠口罩 它有縫隙的,細菌都可以 看到你的嘴,但你不能打開嶺浴室 不准脫口罩,是犯法的 膠口罩的質地又不像我們這些醫用口罩 因為醫用口罩是透過靜電和纖維來隔著 你現在說洗澡還是打開嶺浴室,有不同口罩 總之戴上口罩不能打開嶺浴室 你戴上現在的口罩,你塞下去就污染它 但它又不准脫口罩,你去打嶺浴室 大家都不准脫,兩個人都不准脫 那就變成只是浴體接觸,但沒有口部接觸 中間可能還隔了一塊瓦加利膠板 不是啊,你不脫口罩而已 澳門是服侍你那個人可以脫口罩的嘛 你在香港過來就不能脫口罩 但服侍你那個女生可以不戴口罩為你服務的 比如說是脫口罩跟你聊天 脫口罩跟你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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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只有幾米 但你隔離員就可以脫口罩,但你隔離員可以脫口罩的嘛 不是,過去不能參與一些不戴口罩的活動 即任何時間 即是說你多數都是要戴口罩 譬如說,我覺得他沒有提賭場 你是可以入賭場的 賭場是要戴口罩的 而且好像入賭場是要自費 不知八十元還是一百元做個檢測 然後才進去,不很快,十幾分鐘而已 你檢測完之後就入賭場 戴上口罩,然後戴上口罩玩八格樂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然後之類 那又不通的 因為根據政府的宣傳所說 打了針,就有效預防 他直接說到實牙實齒是有效預防這個瘟疫 還要說,就連Delta變種病毒都可以頂得住 香港特區政府的相關宣傳是這樣說的 連運動員都出來拍API都說大家要打針 如果能入賭場,其實你已經個個打針了 那邊是澳門政府造莊 澳門打國藥 所以不夠壓力 我覺得奇怪,打了針,又有檢測 48小時什麼都好,全部證明我是沒事的 那我應該是不用戴口罩的 他說,他有沒有說你全程要戴 但是他說法就是不可以參與 不戴口罩活動,聚會或前往酒吧 但是你有真空期,連真空期 你打針,48小時驗了 你終於48小時之內 那段期間可能摸到哪個人感染到 所以澳門政府對你們最高險境界 對,總之你來賭場,之前要用那些 現在在屈臣市或曼寧都有那些怨韻棒 自己搖幾搖,擺到十多二十分鐘 就支賽過了 我所知是百多元,現在是80元 澳門很便宜的 就是需要自費檢測 不過也不要緊,你去新加坡也要扔下差不多500元港幣 不爭在不自在,手狠 拉路撫機,手狠 買多一舖200元工就可以了 你想想,去到差不多如箭在言 一落船便便去 不是打通那些,譬如說不是打算入賭場先的 先去洗個靚涼,搭個靚骨 酒吧已經說不可以去,不戴口罩活動或聚會又不能去 他好像說過,是沒有廳也不能去 如果沒有廳也不能去,就去到澳門 可以,去澳門去看天主教教堂 通關,熬得這麼辛苦 澳門又不能去抗議示威 當然不行,澳門又不能去母廳 那就去看平成,看古蹟,吃豬肉乾 但是不值得嘛,你想想,搭了兩票也有一定風險 然後還要檢測 然後去到澳門又多次檢測 然後去看天主教堂 我就說去探望母親,什麼都要 你看一些葡式建築 除了入賭場,其他地方不能去 吃糟糕 你們沒有想他可以去 你們可以去吃鋼湯 對,現在還是聊天,可能去看看 昨天才開始,他說打電話聯絡船務公司 他說,那些船兩年多浸爛沒有? 如果沒爛的話,要走不走行不行? 他說,沒問題 我聽到就好像是金巴友 金巴友 船又在聊天 因為船真的要刮背殼出來 生蠔 你家裡兩年沒人進過去 進去又是小強又是米旗 你的噴射船兩年沒走過 我估計八爪魚都可能住了幾條 那麽多年沒通船 澳門碼頭不應該水清沙油 應該有很多魚 直接去那裏釣魚 澳門也應該清 太久沒過去了 杜晉斌又過去了 近來回來了 現在這個情況 等11日是否正式放了兩針 那些就進去不用隔離 因為最重要是不用隔離 如果不讓你脫口罩 他不是回來打針嗎 他一早打了 他很早拍照 那時候已經是第一Facebook 他沒有跟我們說 奇怪 如果打了針也要隔離 又要我戴口罩 那我打針打來做什麽 這次他免不需要隔離 只不過規定你要檢測 打針 還要住在指定的酒店 對 和指定的樓層 即是他都害怕 對 澳門也是害怕的 打了針 戴口罩 做了檢測 他都害怕 唯一可以做 就是過去吃東西 去一些 去教堂 賭場 自來行動 但晚上就要回到指定酒店 對 即是你說不是 我約了德哥澳門陀地 說帶我去打領育室 又或者黑天鵝夜總會 就不用指揮了 因為如果香港人入了夜場 就不知道有什麽懲罰 澳門可以很嚴硬 另外還有一件最壞的 澳門是在手機上有個顏色檢測碼 這次安排了香港人過去的顏色 不是每個人都喜歡的 他就給你藍色 嘩 你可不可以不要藍色呢 橙色行不行 又或者粉紅色也好 主要藍色 為什麽香港人不喜歡呢 就是九七前那張旗是藍色 即是你屈我們戀直而已 紅色就好 紅色就好 你要屈我們香港人戀直 我們哪有戀直 澳門紅色好像代表危險 即是說你是陽性 綠色就比較穩陣 但又反過來 澳門這次所謂通關的規格都很嚴重 其實都可以倒轉想 其實他自己對打針都沒有什麽信心 特別是他要指定你們那些人 要住在指定酒店 如果引述我們網台節目主持羅家聰 他也有提過 他只是數字派 他就說他看到打了針和疫情下降不是呈一個雙向 英國又反過來 打了針還升 因為歐洲國家會說 接下來去到四強龍決賽 現在英國衛生 如果英國可以進去 整個倫敦爆到七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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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說有批過去俄羅斯看完 有三百個總招 三百個 然後他們是以一倍一百的擴散速度 現在變種病毒的傳播率是比以前的七倍 歐洲國家一般我沒有看 我看溫布頓 那些人看波真的不戴口罩 真的不戴東西 他是放寬了 他們真的放寬了 現在可能也是會中招 不過病情沒有那麼嚴重 沒那麼辛苦 沒那麼快死 以前是驗到陽性 下一句就是死了 插喉 現在不會的 打了疫苗 最起碼就說 輕症 可能沒有以前那麼大禍 譬如你感染之後 令到器官受損得很重 疫苗的作用就有少少 但看溫布頓也是非富則貴 怎會窮R會走去看溫布頓 都有便宜 便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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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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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行哪能買得起 低一點 因為看女子丹打的時候 他們穿裙 這麼高誰能看到裙子 但看不到人 握著看遠鏡看溫布頓 現在第一圈到第四圈 八強的機票都能消費 但到決賽的那些 就有錢都買不到 那些四強那些 萬多二萬號機票 劉駕聰的說法是 疫情緩緩下降 但與疫苗打了比率是否相向關係 這數字並不明顯 他沒有否定打疫苗 並不明顯 疫情也是下降 但與疫苗有關係 並不明顯 這次瘟疫的數字下降 不一定等於打了疫苗令它下降 可能中招的人死亡 防護知識就高了 戴口罩中招的人自然會少了 現在三大高打了的 一向都是以色列、美國和英國 以色列也很差 以色列也打七八成 都說會中壓 但死亡率不明顯 病情不嚴重 但還是會有擴散的情況 都是會好一點的 如果打了身體沒什麼事 即是你舔了就沒那麼辛苦 對呀 舔了就沒那麼辛苦 沒那麼快打柴 現在只剩下八強還是四強 歐國盃 英格蘭贏了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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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什麼理由 以前英德大戰很厲害 不知為何今屆德國有一場 應該是英格蘭對西德大戰 對呀 現在這些戲碼都沒什麼特別 例如西班牙肯定很厲害 頭幾場都是零比零換彈 有瑞士看得下 瑞士看得下 瑞士就對西班牙了 瑞士看得下就冷滿了 瑞士看得下 因為上次世界盃的時候 瑞士都幾多粉絲 因為他多了 他有幾位爛民 他父母是爛民 然後移民去瑞士 然後入籍了 現在那些爛民的第二代 說錯 說錯 瑞士對西班牙 星期五十二點 三點就是比利時對意大利 葡萄牙出局了 葡萄牙出局了 法國和香麻 法國和麥巴比蛇 明早8點 巴西對智利 巴西對智利 在開電視 這些假球 這些只是大班打王德傳 誰打的 喂 少許時間 王德傳 你真的要報校D100 交任務給你 我們最多陪你 考你 明天7月3日什麼日子 7月3日 我開口看那些 你不要跟我說巴西對智利 麻煩你死了 明天有一個 瑞士對西班牙 對於你的人生 老闆生日 老闆生日 大家都普天同慶的日子 誰老闆 你先說清楚 D100的老闆 D100有兩個老闆 大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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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股權分享怎樣 即是年紀大一點的那個 全體員工應該明天三公 有個大字 大班 明天不用上班 你傻子 人工出三公 扣三公 所以我們有自己有叫 明天大班正日生日 加上大班適當安排 今天7月2日是D100一個新的開始 所以我們三個不斷唱一首生日歌 死了 大家來試 他現在應該正在聽 不要緊 我們一起唱一首生日歌 送給大班 左耳聽著 右耳聽不到 可能睡了 可能還沒睡了 我們祝大班生日快樂 身體健康 1 2 3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大班 HAPPY BIRTHDAY TO YOU 完全不加 這些是叫做風中三指 A CAPPELLA 可一不可在 不是A CAPPELLA 大班生日快樂 生日健康 希望今天風中三指沒有失禮 大家 安全 安全 不要緊 不失禮